要拿到纽约黑帮管理委员会的会议上讨论 委员会由纽约五个权力最高的黑手党家族组成 都是由血缘或手足关系组成的黑帮 所以他们自称为家族 纽约五大家族都以他们最初的领导人命名 伯南诺 克隆伯 甘比诺 吉诺维斯和卢凯塞 如今他们的继承人要决定入会成员的命运 有什么意义吗 或许某个人不配 或许历史不清白 或许他曾经告过密 这些事都会在家族间传播开 但愿能通过 这是他们的一种安全措施 经过五大家族的批准 弗朗西斯即将入会或被接纳 我接到上司的电话 他说晚上九点我要见你 那一天正好是1975年万圣节的晚上 他说一定要准时穿西装 成为被接纳的人 要参加一个一百多年前流传下来的入会仪式 老板坐于马蹄形桌子前端 二老板和法律顾问分座左右 所有家族分支头目坐在他们的旁边 我伸出手 他拿刀割破我的手指 让血滴在地板上 我把手握成杯状 他点燃一张圣图图片 一点也不疼 很快就烧完了 这只是一种象征 他说迈克尔弗朗西斯 今晚你获得重生 你要忠于克萨诺斯特拉 不论何时 违背组织戒律会受炼狱之火灼烧 跟手上的圣图图片一样 你接受吗 我接受 现在弗朗西斯成为黑手党成员了 处于最底层 他上面有分支头目 有二老板 还有老板 被接纳的人自称荣耀之人 那是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头衔 在社区邻里和周围的人群中 如果你被接纳入会 绝对是件了不起的事 费城负责犯罪报道的记者 乔治·阿纳斯塔西亚 来自西西里家族 在传统黑手党地区长大 受克萨诺斯特拉的文化熏陶 天天都跟黑帮成员有接触 成为荣耀之人 至少在某些社区是了不起的事 尤其是移民 能入会的机会不多 给吹嘘 瞧 我是荣耀之人 黑帮成员不能辜负 荣耀之人的头衔 我们一起长大的孩子 看他衣着光鲜 驾着名车 他可能好赌 但是很友好 经过时会给你一美元等等 你不会想到 他们用暴力敛财 没关系的